9月23日,拿破仑与约瑟芬纪念活动的开幕仪式在马拉梅松城堡花园隆重举行。 马拉梅松城堡曾是约瑟芬与拿破仑的爱巢。 法国政商代表雷尔·马拉梅松友好城市市长、赞助企业集团代表、法中文化艺术协会、AFC会长蔡景瑞等嘉宾出席了开幕式。 旅艾尔·马拉梅松市长帕特里克·奥利尔代表市政府欢迎大家的到来,并感谢各界朋友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。 他介绍说,在连续成功举办两次欢庆帝国时代的纪念活动之后,再次与大家共同追溯拿破仑和约瑟芬的浪漫。 这次活动,市政机构工作人员250名志愿者将会为公众提供最好的服务。 当地警察、保安公司员工也做好了安保工作。 同时,该市的商家居民也纷纷积极参与活动,与大家共同欢庆。 旅艾尔·马拉梅松市长表示,在活动的两天中,不仅有帝国时代的游行队伍、大型音乐会,还有精彩的烟花等活动。 在短短的48个小时中,共有150场大小各式各样的欢庆活动。 他代表市政府感谢所有赞助商对本次活动做出的贡献,并表示,市政府预计在两年后将计划举办第四届欢庆帝国时代活动。 法中文化艺术协会AFC会长蔡景瑞受旅艾尔·马拉梅松市政府邀请出席本届欢庆帝国时代活动。 他表示,被法国人称为英雄的拿破仑伟大形象深入人心,人们不仅肯定了拿破仑的种种政绩,而且法兰西是一个浪漫的民族。 人们更加欣赏拿破仑对约瑟芬热烈而真挚的感情。 皇帝拿破仑带着镶嵌钻石的勋章,穿着红色天鹅绒上衣,身披绣花披风,亲自为身穿一袭华丽白段绸袍的约瑟芬加冕皇后桂冠的历史名画,陈列在卢浮宫展览。 深受世人所喜爱,聪慧美丽的约瑟芬散发着独特的魅力,令拿破仑着迷。 他们传奇的爱情故事一直被人们歌颂。 蔡景瑞指出,法国是个历史悠久文化浓厚的国家,也是一个重视文化传承的国家。 法国民众自豪地通过对这段历史和悠久文化支援的切身体验,更深层次地向世界人民诠释帝国时代的欢乐与辉煌。 他希望旅法侨胞能积极参与活动,更好地了解法国历史,了解法兰西民族,他祝愿中法友谊长青。 为期两天的欢庆帝国时代活动,吸引了来自波兰、瑞士、比利时、德国、俄罗斯等国家的游客,再次取得了辉煌的成功。 马勒梅松城堡约建造于公元1622年,拿破仑和约瑟芬在这座城堡中度过了美好的一段时光。 但在拿破仑称帝之后,失去生育能力的约瑟芬皇后不得不与拿破仑皇帝离婚。 1809年,约瑟芬黯然搬离皇宫,住在这座城堡中直到1814年并终。 亚欧华侨视频台和法国侨报联合报道。